有吧 对不对 变清晰就会有一个立体的感觉嘛 立体的感觉 那当然这边的话 你也可以帮他加上所谓的遮造效果 打开 有一个那个边缸 这样有没有多一个汤汤 到这边 这样其实又多一个汤汤 我们刚刚也看到这种效果嘛 就是一定固定一定要做到正面 你可以把它这个叫变 就是我们点到它 就是绿色的这个 那我们刚刚那个呢 这一集状况你可以看一下 我就可以调黄色的 把它调到适当的地方 不过这小朋友 太高了 没有对 我们再看一下 还是没有 OK 对不对 好像这样的 这是一个 所以其实蛮好 他如果不乖的时候 自己就不要特技啊 你不觉得这种东西就有点像我们在看到综艺节目那种感觉吗 就是我们看打了就很准了 但是在那个 所以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这个毕竟它是一个动画 所以说你会发现不管是动画或视讯 我们原本设定那个照片的长度 我们不是直接在这边设定吗 好 或者用这个点开嘛 那么你如果是一般的方式 你也可以用这样 用这样缩点 对不对 可是如果是影片或动画 全部可不可以拉长 比如说我原本动画只有五秒钟 我会变十秒钟 不行 除非你播放速度变慢 好 因为在会证会里面就不能直接拉长 就会变成播放两次或播放三次 他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就是 我不能说假设我想要 这脚子太调皮了 给你控了 他就没办法说一次变两种 我就是说我重复两次 变成说你要把这个素材就丢下来 就丢一次 那你在上座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改变 就是我这个素材 请问我刚才没有把大甲位置调过了 有对不对 我可以把它丢回来 你了解意思吗 我调整完了 我把它先丢回来 当作在素材库里面 我再把它丢下来 这样我的位置就不用再做一次 不然有时候他会不会跑掉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 最后要强一拨 你可以像这样稍为改变一下 效果会比较好 等于说我们要做的时间比较长 لو earth 因为毕竟鑾铁它目前有非常现实 所以你看布这 你能发现布这又做比较多变化了 那你大概了解这样子 还有一个 我今天有带来一个是要做这个 这个 我们刚刚看到的都是什么 比如单张照片啊 你可以去背啊 可是如果你自己在动态里面怎么办 比如说像我们一样 现在最常看到就是那个 气象报告 气象报告 你看后面不是有那个卫星人口吗 说那个气象口 他们这样一拍 不会是真的就有个气象口在后面 你如果认真看有些主播 比较就是还经验不是那么老造的 他就不是看你幕 你就看他妈妈 看他妈妈的视频 眼神没有对着你 因为他那个内容不懂 他要透瞄啊 这样才知道啊 所以他们后面事实上都是染目 你让有些老师 你们家看那个 比如电影的幕后花剧 或像Dekabry或国家电影 不是有时候开电影的幕后花剧吗 比如说那个像最近比较红的 那个高潮 阿凡达啊 还是什么 他们后面都是绿幕 都是绿幕 所以现在演员都很厉害 根本都不知道是在演什么 所以都很厉害 都很会讲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最后出来是什么的 老板就 哦那里有一次恐龙 你要注意哦 哈哈哈 他只能知道这样 他旁边会有很提醒 啊那个恐龙要来的 还是有来的怪兽要来的 要从哪个方向来 注意一下 哦看这边 他就看那边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最后都不知道演员 最后 最后合审出来之后才知道 那这东西呢 我们没有办法 没有设备 对不对 就只好用时间 用时间看取效果 也就是说我们先拍好之后 再下一个信号真的不错 合审 好做合审 那不管 老师用数位像一拍 用这个第一拍 效果都不错 哦 因为蓝色跟荧光绿 荧光绿 最两种颜色 但是人的身体面上比较没有的 所以如果老师今天穿蓝色的 就不适合站在前面 因为会变成后门的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去老师站来试看看 好 那您看一下 我先把它用件的这个 抓给各位看 您看这里有一段 都在学校拍的 这个同学拍的 我把它丢进来 你看我把它丢进来之后 我先假设我这段就不需要做 不是要做那种植物画面 我可以把它放大 你可以像这样去放大 可是在有点耗 耗费时间 你可以按右键 有没有 叫做 显示全国 有没有自动跟你的荧幕样大 当然那边那个比例不对 比例不对 我现在这个拍的应该是 好像是那个 维持长方 我原本是16比9 所以有发现了吗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稍微变大之后 它会稍微充开 稍微充开 那我们来看 有没有遮到彩度键 点进来 好 您看一下 套用复别选项 看到了 我们刚刚是有用过一个尖仓 这时候我要套用复别选项 我用的就是彩度 有没有区别的 对不对 你可以自己去新一个原色 它也会自动慢判断 让我们先看一下 有没有 有没有 按一下再往 软体还不错 那就是说 你需要可能 但是如果说你要做教学的话 那可能也许你可以去 像我这个是以前那个有力 费中卫有9的时候 给他A来的 因为他那时候买的时候有重 他就直接给他A来用 因为那时候当那个 费中卫也就会跟他们在做有力 在做配合 那所以就 这边拿来用一下 那么 海路店呢 还有没有要遮掌 如果你的 就不是这种背景啊 可是我 又想要有这种效果 你不用遮掌 遮掌他也没有发现 就跟我们刚刚那个有点像 对不对 人也可以放这边啊 那有点 就是有点像质膜画面啊 比如说 质膜画面有大概有几种方法 一个是说 我直接调整边框 对不对 就有个细细在哪里放 那第二种方法 是我们就是 他用遮掌的画质 我就让他 不过这里呢 有一个缺点是说 可以的 新版本可以 旧版本不行 就是遮掌 旧版本不能增加 但是新版本我们可以自己找 所以如果今天你不喜欢 我们可以直接去找 找他你知道吗 各位 Poto Intag 还有 PotoCAP 里面都有 因为PotoCAP里面也有一个叫做什么 遮掌 PotoCAP 你看看 有没有像MAC MAC 这个 现场多数 你老师一定都有用过 这种面膜 哈哈哈哈 结果 所以我们就点进去 里面东西 OK 有看到了 所以如果你要哪一个效果 比如说我要这个 我就给他 哇 大悦人点认我 就订 有没有转换进来了 但因为我背景现在是蓝色的 所以效果比较更明显 所以这样 是不是就比较简单了 对不对 我们可以拿外面的直接拿来用 比如这个 打开 他就旁边的那个效果 比如说你就不会觉得好像都是四四当当的 好四四当当 这个是 您可以参考的 所以我们 等一下会让老师来试试 来看看 其实可以做成这种是最好的 因为这样就很老师的区别 那你要做说明啊 可能就很方便 好 好 那现在呢 我把画面就还给老师 请老师先进到处点里面 我们等一下一个一个来试试看看 好不好 我们刚刚做了几个 一个是 在这里面 我们有用它里面 纸模画面 纸模画面 反正是什么画面 我们就解析来就好了 这个比较快 第二个呢 我们是 他有送我们一些 所谓的装饰 装饰里面 你知道外框啊 跟物件 这些就是区别好了 所以 我们先请老师进到这边 等一下我们请各位呢 用Potocab 或者是Potocab 我们来试试看看 来做区别 有些老师 他这个 这个时间轴 不是会变得拉很长吗 对不对 这样我们在编辑不方便 您看一下在这边 有没有发现时间轴 这里是可以收放的 通常我最偷懒的 就是按右手边 这个 这个 你按一下 他就会自动打什么 把你的时间轴 完整的 说放一大 可视的编辑放 这样子 我就不用在那边捡来捡去的 就是下面这个 就不用捡半 所以 这个视障 就会收进来 当然 有时候这样太细了 所以我会再把它 再放大一点 你看 再放大一点 在那边来看 好 所以频道如果要看到全部的 我就按一下就好了 我就可以比较清楚说 我的整个视讯 大概做到哪边 好 大概做到哪边 这样了解吗 好 好 OK